平时平时 陈建老师我绝对不敢讲的Terms Sure Win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暴涨哦 你投资在SSPN这边的钱 本金跟利息基本上guarantee了 然后你的text一投下去就省下来了 Hello 各位同学们你们好 欢迎回来陈建老师的频道哈 我们这一条视频要讲一个平时平时 陈建老师我绝对不敢讲的Terms Sure Win 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到陈建老师我啊 发神经跟大家讲这个 平时在我们这个Channel里面的一个进词呢 这个是真的东西来的哦 这个讨论是绝对有意义的哈 不是一个噱头来的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已经进入了4月份了 就是我们要报Income Tax的高峰月份了 而在刚刚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我们的首相兼财政部长访问中国之前呢 他也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布 也给广大的taxpayers一颗定心丸的 就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税务 扩免我们的SSPN 在3月29号我们就看到财经新闻报导 这边是中国报的新闻啊 那安华宣布延长SSPN的这个税务减免优惠 到2024的课税年 那也就说原本啊进入2023年到2024年呢 原本我们是没机会再从这个 每年8000块的税务减免里面呢 从中收费了 但是现在政府重新给我们another two years哦 哇那陈建老师我在这边不可能不跟大家讲啦 有好东西当然一起分享嘛对不对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包展哦 sure win 而且包山包海的哦 有兴趣听下去要做什么事情啊 非常简单 给陈建老师的视频一个点赞 and我们的订阅的button大大力按下去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给大家制作这样子的 关于股市 关于投资 关于理财 关于宏观经济的这些有趣的观察的 好同学们 这一次就是因为来到了报税的这个高峰月份 然后加上这个SSPN的税务优惠的议题呢 其实真的很多的纳税人呢是很关注的 but我们也发现到哦 很多马来西亚的纳税人士呢 是不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节省税务的哦 那我们作为投资者 陈建老师跟你们讲价值投资 那想象一下你将省下来的税务 跑去投资好的蓝筹股成长股 你其实是可以双重赚的哦 这个税务优惠可以说是不拿白不拿哦 but有条件我先要跟大家讲一讲 有三个条件 如果你想maximize你的这个benefit的话 啊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已经成为了父母了啊 因为这个教育储蓄计划 SSPN呢是给我们的孩子们的 so你满足了吗 第二个就是你的老婆或者你的老公愿意跟你一起执行这一个省钱的策略 因为啊同一个孩子 父母双方呢可以分别获得自己八千块啊就是各自获得八千块的这个税务减免的加起来就是十六千了 所以我们呃松大的一些学员他们已经是老江湖了用这个策略已经用了 sodden years的人了他直接跟我们讲了只要双方夫妻啊一起用这个策略一对夫妻每一年的报税啊可以直接省下三千多块 那当然这个我是以十九八千每一年的这个税务就是你算是中高收入人士了啊 的这个category来算的其实你是等于干捞六千块啊对吗这个策略也没有人跟你讲嘛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的话 真的啊要给我们一个点赞啊我们也访问了不少有经验的理财专家 尤其是好像miss you啊这样子的这种cline级的人物对吗好刚讲的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啊回到最根本的 你现在属于一种投资储蓄你要有八千块你跟你的老公或者你跟你的老婆各自都要commit八千块的储蓄作为投资 那你就可以maximize这个策略了我们来看一看啊到底怎么样十六千变十九千这个SSPN的税务减免呢我们查过了原来是在2012年开始的哦 so 2012到2022就是上一个课税年了就一共十年的时间罢了所以啊其实很多的马来西亚的纳税人呢是没有aware这个东西的 因为可能十年前你还是单身你还没有孩子嘛但是你成为了父母之后啊这一个SSPN的这个优惠呢就跟你产生关系了而另外一个之前呢就算有些朋友知道但是也很懒惰去执行这个策略的原因 那第一就是你们不差钱呢对不对这几千块给他咯给income tax啊没有来开玩笑了其实之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很麻烦 因为你要做这个SSPN的这个储蓄而且可以拿到这个income tax的repay呢你必须要去到ptptn的这些branch那边呢去开户口啊真的比较麻烦 啊你可能会问哎不可以上网处理的吗之前能够上网处理的呢那个是sspnplus 那个呢是将你的这个教育储蓄呢跟保险呢绑定在一起 那个呢是每个月要投入进去的就不是这么的flexible 那我们现在讲着的这种是最flexible的做法 其实以前叫做ISSPN现在呢它叫做sspnprime这个就是它的网站现在同学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甚至你的app上面呢online处理完 所以真的我今天跟你们讲到的这个sontext的方法呢真正认真可以流行起来呢是这过去三年的时间 很幸运的我们的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宣布了another two years的extension之后会不会再extend呢 其实我们的政府呢是每一年的budget的时候呢会review这个事情然后做出宣布的那我们2024年的时候呢就会看到2025年马来西亚的政府财政因素案呢会不会有extension的 希望会啦啊 如果又extend多另外两年的话 同学们你们在这条视频上面免费的学到了这一招啊就已经帮你们 哇16000变19000那么32000就变38000了好 那我们讲回啊sure win的这个问题 那首先SSPN呢 这个教育储蓄啊它是保本的哦 所以我们的大马高等教育基金啊是guarantee你每年存进去的这8000块啊 不会烧到你的本钱的and它每年呢大概可能可以给到你的3到4%的跟我们的银行定期存款差不多的利息吧 我们就当它是利息吧 那当然这个东西不是很impressive但是最主要的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中高收入人士 你的taxation的那个category越高 我刚刚举例子嘛19%对嘛 就大概20%左右 你8000块钱每一年存进去这个教育基金储蓄户口里面 你报税的时候这8000块钱就可以获得税务扩免 那等同于你省下来这8000块钱的大概20% 那是不是就1600块了 你一个人哦 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 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一起做这个储蓄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就省下了3200块的tax每一年 所以是真的16000变19000 而且是稳赚的哦 第一 你投资在SSPN这边的钱 本金跟利息基本上guarantee了 然后你的tax一投下去就省下来了 你下一年报税的时候 对吗 你明年报税啊 你要在每一年 比如现在2023年 你要在12月之前投完这8000块 你可以每个月投几百块 一年你最多可以claim8000块 你又或者在12月份的时候 直接一次过丢8000块下去 你跟你另一半一共丢16000下去 所以你平时还是要有储蓄的哈 你有储蓄不能够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你要放在里面over到下一年 就是跨年了 第二年的一月份呢 你可以将这些钱拿回出来的哦 本你已经满足了claim这个8000块的税务优惠的条件了 你就合法的避税了 那你可以拿回出来 当然这些钱也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自己另外做投资 比如买买Maybank这样子了哈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哈 如果我们在这边看到啊 刚好你两年前2021年之前的2020年12月 你买Maybank 如果你2020年年底之前存了8000块进去 你的SSPN 2021年的一月份拿回出来 然后买Maybank 然后你2021年的年尾 又再放8000块下去 哎 你要将前一年的8000块 跟2021年的8000块 一共16000放回进去啊 否则的话 第二年就不能够claim的了 好 那你在2022年的一月份 将这16000全部拿出来 然后又拿去买Maybank 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报2020年的税跟报2021年的税的时候 分别就可以获得当年的8000块的这个税务优惠 对吗 那你就省下来1600、1600 那另外你投资Maybank到现在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Maybank的股价已经是8块5毛7了 那你除了省下来的税务 你拿这存下来的8000块16000 对吗 再去买Maybank的话 你就会发现有双重叠加 你的回报率啊 非常过瘾呢 绝对 当然 我在这边举Maybank只是一个例子 是绝对是马后炮的啊 那同学们可能还会问啊 哎 怎么样将那个钱提回出来 刚刚你看到了 在SSPN的这个网站 就是SSPN Prime啊 或者你在他们的专门的APP上面呢 是可以直接request 将这个钱拿回出来的withdraw啊 那大概多少天呢 好像我们的同事啊 也是miss hugh就试过了 两个working day 他就收到钱了 所以这个资金的进出呢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尤其是现在可以online处理之后 and 对于我们每一年要报税的打工一族来讲 这个真的 只要你在每年的12月安排好 提前安排好你的资金 对吗 然后第二年 你就可以将这些8000块拿回出来 你跟你的老婆或者老公一起做的话 就做两个动作就可以省下 可能是1000多 2000多 甚至3000多 哎 如果你的两夫妻都是高收入人士啊 去到30%的那种税收的话 那30% 8000块钱你可以省30%的话 单单一个人就可以省2400块的税收 两夫妻的话可以省4800块 哇 已经是可以省出一趟国外旅游了 对吗 可以去泰国旅游了 所以同学们 听到这边啊 今天给大家讲的算不算是一个sure win的投资策略啊 其实是一种储蓄省税策略来的 不 你可以将它make and match with你自己额外的投资策略 那我再讲一讲重点呢 条件就是刚刚讲到的三个 你必须要已经成为了父母了 对吗 and你的另一半愿意跟你一起执行 and 你们两个人分别每年要有8000块的储蓄 for这一个tax saving啊 更好的tax planning的这个purpose 你们就可以做到16000变19000的效果了 and如果在今年2023年12月你做这个动作 跟明年2024年你也做这个动作的话呢 你们一共可以获得两年的税务减免 那同学们最后了 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啊 已经可以预算的到一年就能够省下两三千的这个income tax的话呢 那省下来的这些钱 除了可以去旅游以外 还可以用来投资你们自己的大老 来松大这边 来陈建老师这边 来学习真正正正的价值投资的方法 让你们除了有理财能力 还在加上有投资能力 懂得分辨好公司 懂得选好股票 稳健安全的投资的方法 那岂不是两全齐美 我们专门讲从大马的上市公司的季度业绩跟季度业绩之间 来执行价值投资的策略的 你对这个学习有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现在有现实优惠 可以让你们用更低的学费来学习到这些重要的做成长股的方法哦 so 还等什么 马上点击我们的链接 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赞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很多马来西亚的报税一族门呢 他们还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这个SSPN的税务优惠 怎么样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好它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 拜拜